特朗普政府强推复课的留学生签证新规遭遇挫败 在被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起诉 遭200多所大学、20个州以及十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强烈反对后 美国政府7月14日宣布 取消此前出台的国际学生今年秋季只上网课 就不能进入或留在美国的规定 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14日表示 其公司的新冠疫苗将于7月27日进入人体试验的最后阶段 据悉,该公司是全美首家进入新冠疫苗最后阶段试验的企业 这项试验将包括3万名参与者 其中一半将接受100微克剂量的疫苗 另一半将接受安慰剂 当天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报告称 莫德纳新冠疫苗此前阶段的试验结果显示 45名参与者体内均已产生对该病毒的抗体 莫德纳公司表示 如果在未来的研究中一切顺利 有望从2021年开始 每年提供约5亿剂疫苗 甚至最多可达10亿剂 据世卫组织的数据 目前全球有超过100种新冠疫苗正在研制中 不过科学家警告说 首批上市的疫苗不一定是最有效或最安全的 7月15日全美沃尔玛及山木连锁店宣布 将从20日起要求进店顾客必须戴口罩 沃尔玛首席营运官Dakona Smith指出 沃尔玛超过5000家分店中 已有约65%处于当地政府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地区 出台新规将能保证所有沃尔玛店的抗议措施一致 除了入店强制戴口罩 各门店亦将在门口设置庶名身着黑色Polo衫的健康大使 负责提醒顾客佩戴口罩并维护防疫规定 他们会受到特别训练 使顾客的购物体验不会受太大影响 百思买星巴克等则从即日起强制执行戴口罩令 加拿大央行首次承诺将把基准利率多年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 以帮助刺激经济复苏 在7月15日的一项政策决定中 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25% 行长Tiff Macklem等认为这是利率的最低下限 央行承诺将一直维持该低利率 直到失业率更接近疫情前水平 以及通胀率回到2%的目标值 根据加拿大央行发布的季度预测 此举意味着加息要等到2022年以后 韩联社7月15日消息称 韩国首尔市政府当天宣布 对已顾市长朴元淳的性骚扰指控进行调查 首尔市政府发言人黄仁直表示 将成立一个由妇女权益组织及法律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委员会 对此进行调查 以确保公正客观 7月15日 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奥利弗尔道登宣布 英国已决定停止在5G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 对此 华为英国发言人爱德华·布鲁斯特发表声明回应称 这个决定令人失望 对英国所有的手机用户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很遗憾 华为在英国的未来发展被政治化 此举源于美国贸易政策而不是安全问题 华为有信心 美国的新管制措施 不会影响公司为英国提供的产品的韧性和安全 同时也将与英国政府沟通 阐明华为会如何继续助力英国构建更好的网络连接 中国外交部7月15日发表声明表示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将美国会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惩罚 美方法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威胁对中方实施制裁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 中方将做出必要反应 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不得实施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